画家顶过来 不让你看 不让你看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连炸有吗 哦 这 来看一下 想打IVL喵 那先来 你四位对面的好哥哥 给你上上课 因为这四位求生者呢 说实话 他们的实力 我不说一定能达到职业级别 但是呢 准职业级别 我觉得还是有的 就我们今天来的 这么多厉害的图皇 打了七场 七场不败 上来的话 抓作举家 这样地图很适合拉点 所以说邦邦其实在这样地图 天然是不具备优势的 甚至是天然是烈士的 他这边带了张狂 应该是在配个移型吧 两扎有吗 不过这波身为拉近的话 好像有机会起 刀一炸 飞轮顶 飞轮没顶到 那这边他打一刀 诶 张狂开了技能 然后配合遥控雷一轮带走 蛮香的 遥控雷 不 漂亮 漂亮 这一波 可以哦 而且求生者这把他们的救人位是飞行家也不是那么好说一定能救下来 这边而且排清楚人的位置了 宝贝 有机会了 宝贝 5秒雷吓唬吓唬你 这边再一个2秒雷连炸 再补飞轮 还有炸 还有炸 5秒雷骗你 打一刀 这边 救下来 哎呀 这波 没能打出双岛 有没有过半啊 我刚没留意 有没有过半 呃 这里的话 画家顶过来 不让你看 不让你看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连炸有吗 哦 这 他是透过这个窗户看到了吗 哎 他是透过这个窗户看到了这个作曲家的位置吗 厉害哦 我因为这个窗户是透明的我不知道是预判还是看到了 但他这波是一直瞄着这个方向的这边的话画家过来他没有底牌啊 画家过来的话 虽然画家是一个 四分之三血 应该不太可能过来 不太可能过来 这里的话通缉到了杂技 遗形赶过去 飞家的话这边是没有大心脏的 因为他的飞轮暴露过 他的薄命暴露过 这边针对飞行家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边选择丢个炸弹 把机子封住 然后再遗形回头来找画家 嗯 这一轮打画家其实 打不到太多 东西啊 追一刀飞轮 再打 那边开始补状态 我们在今天 在第八场了 一个我不太看好的邦邦 现在打出了可能是我们今天 一个一整个夜宵杯 最好的节奏 我还叫他宝子 一颗白球 脱尼轮时间 但他如果说椅子上面这个人是飞行家的话 我觉得这局一面还蛮大的 但是椅子上面是一个画家 哎不对 画家也是双弹飞轮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这画家是双弹飞轮的 哇 好像 这画家是双弹飞轮 再丢个雷不断的干扰你密码机 其实这个密码机干扰不到太多东西 火球封技能 那这边看针对刀 看针对刀 机子是压快压好了 这边开始作画 针对针对刀 莱斯没什么问题 密码机选择直接点亮 这么狠 挂飞行家那边 杂技点门慢 他挂飞行家那边 他知道杂技点门慢 往飞行家那个方向挂 杂技站着别动 我来帮你 这边的话手里面移行是好了的 丢个雷 过去干扰干扰 炸到了 再丢 杂技这边随时捏球 哎哎哎杂技杂技杂技来了 杂技来了人被偷了 大哥哎呀没想到 没想到画家这边的话能不能顶出来 飞轮 一刀 好的人挂飞 但杂技好像能跳地窖 这个门 这个人如果挂上了 交移行想过来偷袭 赶走 杂技应该是在地窖口了 看到杂技了 看到杂技了 拦不住啊 好像还是平了 有这波人被救下来难受了 哎哎 哎呃 应该等会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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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弹弹弹 弹窗 来 晚风的守夜人 在上个月的时候他有来过一次啊 然后我记得还当时好像出现了一些BP问题 这一次他之前选唐人街 没有打出特别好的成绩 这次的话选择了胡景村 插眼 这边骗下来了 囚徒交电 也还行 这边起加速 这个位置 但这个加速感觉 这个加速得配合减速 一起上才行 单一个加速不够 那这样的话囚徒是一个 窗弹加速拉到外面 再一个板弹加速 这边有一刀 还可以 底牌挽留 他不是张狂 两块板子全下掉 这边插个眼 起加速 跳 再跳 有刀吗 没有 只能踹板子 那这波加速 等于说是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再压再压 哎呦 鲍哥今天状态拉满了呀 鲍哥 还有个飞轮 哇 这么能溜吗 碗豆豹 又三台了 不是一个囚徒 单囚徒怎么能溜这么久 再一个窗弹 教科书级的一个牵制 九场不败 应该是没机会能赢了 但是能不能保平 我觉得因为这个囚徒 没有大心灶 还能写一写剧本 哎呦 啊 啊 终于倒了 该怎么解说呢 囚徒没有大心灶 但是这守墓人 守墓人这波博命交掉了 打得到守墓人 这里的机子压住 但是要注意啊 他这边如果选择压机子 这个囚徒可就走了 这个囚徒走了 他保平的点可就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针对这个囚徒可保平 你不针对这个囚徒 真的没 没东西可打呀 震慑 囚徒状态不好 外面连线修机 等到人挂上 其实这边的机子应该已经八九十了吧 这边好像有停止连线了 二楼从英雄 也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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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手里面 单友 小说家满状态 小说家也没有大心脏 小说家也没有大心脏 那我这边 找到囚徒了 怎么说 再找囚徒 突然发现 这个没大心脏的 我也可以针对 打磁安家 打磁安家机子也不够 打出了一个上挂飞的缺口 这磁安家是个二挂 这磁安家是个二挂 能不能存点能量吗 他如果存点能量 开门战的话 这边求生者四个人都在这边 他们得走一个吧 换位 过去 其实这里的话 追一刀这个小说家也不错 他起不来 你那边人救下来好了 我追到小说家 小说家在地上躺着 然后我再来追这个磁安家 我打一刀磁安家 取消插刀 针对刀 打谁 哎呀打磁安家没用了 打磁安家密码 接着四个人全战 换一个追追追追另外两个人都可以的 追了到磁安家 咔嚓 小说家这边是没上过挂的 守墓人压一手 挂飞的磁安家走了 不得不说他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韧性 即便是劣势很大 但是依然没有放弃 现在的话守着 这什么人有铲子 除非什么人出失误 哎这边想点 想点这个门 好一波风 吸 哎呀没吸到没吸到再回头 哎呀能量不够能量不够能量不够 先先站一会儿吧 哎呦那那边人人救下来了 这这这这这么摇摆吗 这么摇摆哎这么摇摆 哎呀这这这犹豫了 犹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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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犹豫了 这边的话底牌切成了遗形二挂囚图 守木人依然是买血 交遗形过来找到小说家 小说家这边的话能吸出小说的 这小说一定能吸出小说的 换位 起跳跟过来 有飞轮吗 没有 遗形回去 找囚图 剃刀 哎呦打在铲子里面 那那把守木人抬了吧 把守木人先抬 抬完再说 抬完先把这边的囚徒抓了 好像也还行啊 打得很很纠结呀 这局 抽到中 还可以哦 似乎 这个局是个平 这边的门反正没点 其实挂在这边也行 穷主这边的话不满足于这个平局 要打 你们真的要打吗 慈安家是个挂飞 什么人因为有铲子 他们想打 什么人有铲子 他们想打 但是这边可以转手 把这个慈安家留了呀 转手留慈安家留小说家都可以 那边的话去点门了 去点门了 不能让他点门呐 这个时候注意啊 这个时候是完全可以怎么打 就去抓那个小说家 这边惹我不要了 门不能点呐 门不能点呐 门不能让他点呐 这边叫铲子 门不能让他点呐 一个跳 过去 风吸 吸到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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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门 哎呀这什么人有铲子啊 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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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人铲子留不下来 平了平了平了 这咱家是个挂飞 哎打得很好哎 这个残局 这个残局能打回来 真不错了 哇一声惨叫 这声惨叫应该是压不平的观众发出的吧 顺便回来 什么 theorem 主 有点